台灣南部有一支特種部隊 能夠執行三棲任務 這些戰士 挺立在保家衛國的第一線上 要加入他們 不是一般人能辦得到 無限度忍耐 無條件服從 遲遭魔鬼訓練 挑戰個人極限 目標是天堂路 考驗意志力及團隊精神 這是我們的故事 一三七期 志願參加專長班的各路英雄好漢 經過三週的震撼教育後 部分學員重劍落馬 兩名同學提前退訓 烏肉偏逢連夜雨 A型流感讓集訓隊如臨大敵 全體進入兩體溫 戴口罩的隔離日子 第一階段太除時間到了 試著生存 不試著淘汰 究竟誰將在第一次的踢屏 被太除呢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走 走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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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針對的 一百三十七期的第一期 第一階段的一個 退訓的一個檢討 那有關他是個人體能的狀況 或他達不到我們徵收部隊 所要要求的第一階段 最低標準的這一個 要跟他說明白講清楚 也許他還有意願 那我們再輔導他 請他在下一期 鍛鍊好以後 下一期再來參訓 第一階段我們驗收標準 為四項要到達六十分 然後又要一千公尺 不限時優雅 第一口 該員 單槓及足手一千 成績都未達標準 然後可能 在收訓期間 腰部 腰椎有所傷 然後 建議 退訓 四四合帥影 該員的 學習態度 跟反應能力 都 經過 助教團的認同 所以該員是 劉訓 第一 郭毅豪 在第一階段訓練期間 沒有看到明顯的進步 所以建議不適合參訓 以及五之八的高綠豪 他的單槓 次數雖未達標準 但他的表現成績 都有 逐漸的進步 就連游泳也是 從原本不會游泳 變成說他可以遊玩一千公尺 所以也建議劉訓 五之九 雖然說只能遊六百公尺 可是 他的游泳的姿勢 也都是慢慢在進步 當然也是從 一下慢慢拉到一下 所以建議 劉訓 二之二成冠輪 想法思維 他常常發生爭執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受訓的壓力 而導致該員 溝通觀念上 常常會一堆理由 所以建議太主 三之九謝良姐 他是V幹的代言者 有的時候啊 會因為訓練上面的加強 然後導致他的這個 肝指數過高 對他個人的健康來講 會有很大的這個問題 所以說本人在此啊 做這個推進 該練到的啊 直接起立啊 各位員啊 撐下自己精良 到底是不是啊 我該推進 或留在部隊啊 繼續啊接受第二階段訓練 郭志偉 有 陳建虎 有 有 陳建虎 有 楊祈福 有 許可中 謝良姐 有 有冠紅 有 沒有念到的到右手邊接 第一階段 有些想進擊都沒辦法 為什麼 就為了個人安全 你第一階段已經跟不上啦 更別講第二階段 像今天啊 光下午就到什麼開放式海域 那邊啊 周圍啊 沒有任何東西把你圍起來 裡面也有流有浪等等之類 你下水 像比你一翻 你人就被帶走 你又沒有自救能力的話 你人就這樣不見了 中隊為了自己的考量 我們為了個人的考量 甚至啊 為了替你父母親做考量 你不要坑爛中生出移 那掛掉 我是二兵學生呂一宏 是 訓訓中心 志願來這邊的 有些人永遠覺得退訓是一種 覺得很羞恥被人家提掉 可是我覺得並不然 因為我們有這個勇氣來這邊 已經比其他人勇氣來的許多 我覺得努力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可是要量力而為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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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踢屏結束 太廚三十元 流訓四十二元 集訓進入第二階段 同學們第一次鼎挺 向桃子園沙丹出發 對於未來挑戰勢必嚴峻 加油 學員變少了 同學的體能更逃不過助教的法眼 蝌蚪們還需要努力向上 新的階段新的氣象 隊長對於助教及編挺的方式 將有一番新的改變 最貴又上天堂 現在很多第一階段 已經沒辦法進第二階段了 現在重新編挺 好不好 這隊員努力得來的時候 給你開放很大機會 包含你可以挑助教 第二個階段是由他們自己的挺來去承受 看他喜歡誰 後面那個助教沒有人挑的 你自己就知道了 你自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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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員主要先把 支援役幹部還有一些軍事官幹部為主 挑成為挺長 因為他們對能力的組織 還有個員編領方式 還有整個部隊的領導 比較有經驗 所以會把這些人挑出來 然後挑出來之後 會以挺人方式做競賽 然後依照我們名次的下一條挺員 而且現在淘汰人數只剩下 是十二元 所以編成五挺五騷 五騷 快點 先到後面去 快點 包加好 身高要調整 身高要挑好 他說挺挺 你一個人挺喔 挺挺喔 來 換一個一 看看有人挑出來 快點 包加好 加好 來 平香膠 平香膠 過去回來 預備 好 挺員必須以體能成績 幫助艇長挑選其餘艇員 五挺龔鳴翔 背著流龍根助教 立馬當先 回到終點線 讓艇長獲得挑選艇員的優先權 呂政紀助教很有運動家的風範 雖然是最後一名 他仍然幫艇員完成了任務 新編五挺成軍 決定了我們未來純齒相依的同袍戰友 黃沙滾滾 一日當空 我們在高溫下鍛煉成綱 好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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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過挺腹 對今不是很軟的人來說 是一種地獄的 地獄的感覺 你那種想起來又不能起來 那種沒有跪過的人是很難去體會的 啊跪的話那種心情真的是 很想哭啦 真的是很想哭啦 只能這樣講 肌腰放上去 腰 冒傷啦 快點放什麼 上去 部分有些人本來筋就比較軟 所以很容易跪喔 然後有些筋比較硬的就會 跪得比較吃力 目前幾乎 百分之 就是70都跪得很好 然後百分之30跪不好 可是他的心智 可以驅使他們自動自發繼續跪 這是我們 我們樂於見到的啊 因為 人也自己的 自己的動力啊 驅使他自己幾乎好保險 這是我們樂於見到的 我們就是要這種隊員 好不容易跪下去 更不容易爬起來 精硬的同學 需要挺員發揮互助精神 好 第一節課海上超舟 面對新組合 艇員必須快速培養默契 一二三 橡皮艇也是我們的弟兄 我們必須要善待他 一二三 一 一 一 二 三 激浪區分大小浪 三 學員必須先熟悉長獎 及短獎操獎方法 不要 直接挺長的 很強 很強 一 二 三 二 然後要一起打速 為什麼要一起打速 第一個 你們的動作都會一致 不然你滑你的 他滑他的 動作都一致的時候 你們的獎度會一致 出現的時候 你看浪妹怎麼來 七 他是這樣斜的來 我就要去這樣支援著他 八 一定要跟他成九十度的 懂不懂 懂 不要如果受一個一偏 這樣 把廳長又沒有控制 我跟你講那個浪人 大家直接翻 眼前的沙灘 看似平和 實則洶湧 如何安全的通過 需要團隊默契 來我們指教習慣 七浪機通過 中 七浪機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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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廳長要看什麼 要看浪 要看浪 什麼 四到六個小浪 後面就一個大浪 大浪完畢之後 再等到下一個浪起 就是要大概是一個平穩的桌子 這個地方你們就要衝刺出去了 這樣了不了解 了解 所以說七浪機通過 一上頂的時候 頭排上 二排上 後排上 上去要滑什麼 滑槳 滑槳就是要把你的槳收起來 滑短的 好 超過七浪機之後 滑什麼槳 長槳 對 距離變短之後 經過七浪機之後 再滑長槳 向前向後拉拉長槳 有沒有問題 沒有 沒有 現在 現在助教向後轉 待會準備要做回程的動作 他們一樣是會先做長槳 長槳拉完已經到機浪去的時候 再換成短槳 要準備衝上岸的動作 這樣了不了解 了解 大家注意看助教在做機浪去通過的時候 頭排下二排下的同時 他們的槳做的動作 動作要快 人也要快 好 衝上岸也要快 好 衝上岸也要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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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就完成一個機浪機的動作 有沒有問題 沒有 加油 待會兒各頂各頂操作 上去要滑什麼 滑槳 滑槳 滑槳就是要把你的槳收起來 滑短的 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 超過機浪區之後滑什麼槳 長槳 對 距離變短之後 經過機浪區之後再滑長槳 向前向後拉拉長槳 有沒有問題 沒有 加油 助教長不斷的耳提面命 提醒我們 就是希望學員們能夠順利的通過機浪區考驗 長槳、短槳反覆演練 養成一致默契 並肩衝破驚濤駭駭浪 一、二、二、三、二、四、二、五 不要動人 一、二、三 不要動人 但是不要動人發現我們 明明天靜各 夏娃最討厭颱風季 駅區里頂著大太陽還下著雲 天氣急不穩定 早點開始 早點開始 一、二、三、二、一,二、三 開始 上午在營區裡頂艇行軍 一百多公斤的橡皮艇 分擔在艇員頭上 考驗艇員的耐力及團隊精神 航艇大家都很累 可是有時候你少一個人扛 一個人重量增加 就是訓練大家的緩解性 這節課是翻覆艇訓練 陸戰蛙人在海上執行任務時 橡皮艇進水 翻覆艇是最快倒水的方法之一 今天的天氣很不穩 擔心老天再度下雨 下水 翻艇時兩位艇員 必須一起出力才能成功 覆艇時一位艇員必須登上小艇 迅速幫忙艇長 將滑獎交給同伴 大陸艇 實力 出力 出力 各位的課程 關不足訓練 好重 敲透警示 有人聽口去 上前 站動 工作朗朗散散散 兩隻手 八者煮氣管就跳上去了 上前 洞来洞去洞来洞去 有人看前面耳朵放我这边 翻挺 太慢太慢 第一挺还是太慢 钟志华你的讲就乱七八糟 钟志华底下一跳下水就乱七八糟 就要准备去找讲 手部的动作叫做滑水的动作 左排的头排跟后排几手 你们两个是翻挺手 扶送 右排的头排跟后排几手 你们两个是覆挺手 这样了不了解 了解 下水 听到好一声所有人扶送 一二三的同时翻过去 了不了解 一二三 中间的卡尔就位 好 复挺身翻挺手要把复挺身丢到啊 对面去交给啊复挺手 现在就是复挺手啊站在上面 面对面两个要看自己 你看他他看我 这个样子大家喊一二三 他们两个才可以一起用力 有没有问题 有 那你们两个看我干嘛 复挺 预备 复挺 预备 这个动作手是伸直的 待会是用你的身体向后仰 一二三 要将橡皮艇搬来复去 需靠艇员默契与同心协力 路上操作方便我们熟悉分解动作 厨那家哪 рус边 划斩律 解车 解毒 解毒 然后 解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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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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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上操舟不比路上 絲滑的橡皮艇 讓同學一個不小心 就疊至海水裡 水鍋乘載的橡皮艇 不按要領 很難把它翻過來 還滿累的 其實看起來輕鬆 其實很累 因為那個 都是水啊 然後很滑 而且它是橡皮艇 所以就比較困難 最主要就是 拉艇繩的 還有推艇的人員 就是要動作要一致 然後一起出力 艇才會一瞬間 那個力道出來 就可以翻過去 翻覆艇除了把艇內 積水倒洩出來 在敵人炮火下 艇員長身在翻艇內 可以庇護安全 執行秘密滲透 因為他作戰的時候 有時候他執行的是獨立作戰 他必須要靠單打獨鬥 但是他如果執行一個小組作戰 可能三人 可能六人 或一個艇去執行突擊破壞任務 他必須要各方面的協調合作 團結一致才能達成任務 學員們經過一個下午的演練 已經能夠慢慢掌握藥理及技巧 動作純熟 失敗比較少了 夕陽露出了光芒 好像在向我們道貨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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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上去 5 5 好啊 好啊 不要繼續啦 各位永遠要記得 徵收部隊最基本的單位 最基本單位就是雙人組 就兩個一組 兩人為主 兩人為主 一定要兩為主 就是你發生狀況 同伴會救你 同伴會救你 隊員上康安課這一班 會普遇前進上海 普遇前進 第一個離開海極限之後 因為康安有提琴嘛 康安有提琴 所以雙人組的用意就是 一個顧慮前面的提琴 第一個做偽裝 所以你有沒有看到 他們整個過程當中 都有一個人往前警戒 為了就怎麼樣 要電話開槍的話 那你盲死是反擊 不要兩個同時在那邊 當作而滾好不好 滾砂的目的 那個時候就是 我們在做偽裝的時候 因為就是身體有 大部分的東西 可能會反光 然後我們藉由沙地的地方 然後沾滿全身 就是掩護這邊 就是不要讓敵人發現我們 有所在位置 然後進行秘密滲透 一旦作戰時 蛙人是最早投射至 敵人灘頭的部隊 當兩人一組的蛙人 離開海際線 登上敵人灘頭時 一人必須偵測 另一人利用滾砂進行衛裝 冬天滾砂有保暖效果 無論是先發的刺喉 還是跟進的突擊組上案 都要立即警戒 今天上的課是 海岸突擊徵收的課程 比較需要注意的是 庭長跟刺喉 就是偵察員的那個 方面的協調 當你庭長到 那灘頭水氣線的時候 你必須要很明確的 下指令給 像刺喉兩個人 他要做怎麼動作 要怎麼徵收 怎麼回來 做怎麼回報 然後之後才能夠方便讓 廳長下了更多的指令 去做後續動作 每一個人要相互視野 要相互做到記號 所以說要做拍打的動作 所有人的家 去左與右 這個是提醒的觀念 前面有人看 左邊有人看 右邊有人看 後面也有人看 365的這個體驗 所以說 往不往做到像 大家都做了自己的工作 現在來不了解 好 加油 加油 蛙人執行任務時 多在黑暗中靜悄悄的商案 不能製造聲響 除了立刻進行衛裝 還必須注意敵情 互相掩護 隊員以觸碰身體傳達指令 一步步深入敵區盡情秘密 滲透 執行情報蒐集 這堂課結束前 中隊長要我們完成一排 好 坐下 坐下 雙窩坐起 不要歡迎 趴著趴著趴著 不要歡迎 不讓自己鼻子浸海水 一定會害到自己的弟兄 中隊長在測試我們 能否為達成任務 犧牲個人 1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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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5 6 6 6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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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10 眼前又是另一項測試 我們遵照中隊長的指令 一步步向大海走去 浪越來越高 我們的雙手被彼此牽制 正面影像滅頂的感覺 不能雙手 無謂恐懼 現在 我們是面對雞浪的生命 共同體 今天終於要將 平日所學的神結法 派上用場 已經是特勤隊員的 副學員長林威龍 協助我們做神結的確認 等一下學員們 要實地垂降 我們徵收大隊 包含徵收 爆破還有特勤 希望這些課程 基礎能夠給他們了解說 以後你來徵收大隊 還有哪些單位可以去 希望你能夠了解徵收大隊 不要認為集訓隊 只有超廷 很容易乏味會造成有退訓的應用會提高 希望加一些其他課程 可以休息也順便可以學到知識方面的增長 希望有些意義的能夠了解到徵收大隊 學東西其實不少 希望能夠留在徵收大隊 像有些自願意的 他是否要留在徵收大隊 所以我們會加入這些課程 讓徵收大隊其實學東西還不少 希望訓完之後能夠留在徵收大隊 不要浪費人士成本 其實徵收部隊的課真的太多太多了 我們就大概拿出裡面的大概初期課程 就拿給他們了解而已 因為助教特勤隊來了 爆破隊來了 他們學的東西太多了 所以我要篩選課程 不是課程不夠 是太多 我再挑要如何選 選候 選候 動動腰上四條根 座位置下降通過 準備好 開始下降 開始下降 放多一點 要多一點 腳逼起來 有 腳逼起來 照慣例 助教們一邊示範正確動作 同時也一邊測試 繩索是否安全 慢一點 11公尺 大約四層樓高度 是視覺心理高度恐懼的臨界點 他叫你出去了之後 你就出去 從容不破的出去 有沒有 展身 下面有保險 下面會有下方的助教當保險 然後上面會有 上面的助教幫你做確保 不要緊張 第一次會緊張 正常的 腳會抖是正常的 下來的時候 下面確保會按什麼 確保完成 自己還要講什麼 開始下降 就用走的 我們第一次先做體驗 先用走的 懂不懂 好 好 你們看到 下面有確保 上面有確保 不要怕 知道 他下來的時候 就大趕下來 懂不懂 好 走 走 在幹嘛 跳得起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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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學員們現在練的是 座位式下降基本功 垂降時往外跳 需要併腿 身體與樓面乘90度 開始下降 走 先推後面 走 走 屁股往後坐 起來 放喔 跳 跳的時候併起來 左腳打開什麼的 好 併起來 放開 放 放神 右手在屁股面對 棒 要講幾次了 棒 再棒 再棒 開始下降 慢慢走 手要放喔 他媽吐氣啊 走 走 屁股往後走 用走的不是用滑的啦 兄弟 用走 用走 有點腦袋空白 因為覺得 理智商那麼高的地方 然後就是 要精緻體驗 身所下降這個科目 腳發抖是還不至於啦 只是很不趕快 跨出那第一步 跳 手腳很壁了 手不要放開 手不要放開 虛我 幫學生三指二 王潔龍 座位式下降 通過準備好 完成 開始下降 不要太緊張 放鬆就好了 太緊張就會讓自己 身體會僵硬這樣 其實放輕鬆 就按照助教教的 就會 會比較輕鬆 會比較好下來 腳打翻 開始下降 跳高一點 好 好 開始 好 看這邊 跳遠一點 跳下去的時候 用力跳 用力跳 然後右手繩夾放多一點 好 下去 手放多一點 對 拜拜 對 用力登牆 其實要領就是 身體第一要成L型的 第一個腰要挺好 第三個就上方手 要把繩子確保好 第四個要下方手 要把繩子速度給控制好 就幾個要領就這樣 董哥 給我一條確保繩 拔街參訓的副學院長林威龍 原本就是特勤隊員 特別為我們示範正面試下降 第四個要領就上方手 準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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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垂降需要膽大心細 臨危不亂 若我們通過天堂路的考驗 接下來的專精班課程 就要面對更高更嚴峻的挑戰 下午 繼續進行基礎體能訓練 助教隨時記錄我們的變化 前面大概幾週也是體能訓練 把基礎的體能給建立起來 你肌肉沒辦法建立起這些力量的話 所以後面的操課反而是對學生這種傷害 預備 一分鐘一體向上 開始 幾週後就是柯南州了 柯南州不僅是學員的考驗 也是兩棲徵收大隊的考驗 大隊長不希望同學在柯南州時有任何意外 現在 唯有加強肌耐力 成績未達70分的同學 由助教帶領再加強訓練 重複操作高強度運動與低強度運動 是加強心肺功能最快的方式之一 四十分鐘後 高玉皇出了狀況 你在幹什麼 我現在快清了 小心 小心 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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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玉皇為了求好心切 經過一連串的高低強度訓練後 心臟負荷過重 產生了喚氣不足的現象 呼吸 呼吸 流龍根助教具有EMT2的緊急救護證照 隨時觀察高玉皇狀況 還好只是虛精一場 我們能夠感同身受 吸 吸 吸 林嘉慶助教在一旁協助照顧 吸 慢慢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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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節海上常湧 待會下水的動作 快步式入水跑步送 快步式入水跑 快步式入水跑 腳一樣摳住持邊 然後做往前的動作 沒有問題 沒有 跨步出去 右腳再後 跨步出去之後 右腳往前跨 向前 GO 跨大步跨出去 沒有問題 沒有 GO 上 跨步式入水法 通常使用在入水點 與水面距離較高 以及水中狀況不明的時候 跨步式入水法 以及水中狀況不明的時候 以及水中狀況不明的時候 蛙人必須擁有長時間 在海裡執行任務的能力 在海裡執行任務的能力 長湧除了訓練爆水 及踢水知識外 還要磨練蝌蚪們的心智 但是我們要一邊長湧 一邊維持隊形 我們的手架 可以摸到前面的一壘股票為主 不要插那麼後面 前面尖桿那麼大後面怎麼辦 主持人你旁邊是誰 誰啊 往前游 往前游 努力的游 努力的往前游 海上長湧我覺得蠻輕鬆的 因為海上的浮力 跟游泳池比的話 海上的浮力比較大 你只要不動 它就不會沉下去了 比在游泳池還要省力 蛙人要有活潑的特質 訓練很累 操練時來一首歌鼓勵自己 為什麼要來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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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浪中排隊需要勇氣 颱風快來了 浪越大 我們越加練習水中分裂式 水就是跪在那邊 總部東就要跪 總部東就要跪 搞什麼東西啊 我知道你媽媽造成家別生 我他媽的要加油 待會兒我們衣訪到那個中城用石 等一下那邊裝備會有助教 全部打包 往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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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颱風雨再度落下 室外課改成室內課 我們都明白 下雨不是停止操課的理由 下雨不影響我們操課 但打雷跟閃電會影響 因為水中海裡會導電 所以會影響到他們安全 所以我們今天下午會調整課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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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在桃子園沙灘 雖然是滂沱大雨 但還好沒有打雷 會臥挺步是基本的女生操 今天我們要進行一項激烈的運動 這是陸戰蛙人獨有的 希望雨趕快停 雨終於停了 同學們就戰鬥位置 準備進行一場激烈的競賽 現在進行的是五個停的速度競賽 快點 再快點 再快點 衝挺是為了下一個競賽做男生 GO 我徵收部隊它的衝動體 最主要訓練有三個方面 第一個就是隊員的團結性 訓練身體的肌耐力 希望他們的衝動體 激發體學院的求勝心 因為我相信特種部隊 每樣東西都想求第一 才會來加入徵收部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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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動挺規則只有一條 十五公尺平方範圍內 兩挺以互鬥方式定輸贏 挺員不能以肢體干擾 擠出界外或採線不計分 橡皮挺出地判出局 殺 他不會跳 站起來 阿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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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滴 阿滴,阿滴,阿滴 帥 阿滴,阿滴,阿滴,阿滴 殺 好,來 好,來 不要再跳下去 好,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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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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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術,一開始衝出去先躲起來 給人家撲空,你再從尾巴壓 還是戰術 對 這是阿滴,你這樣 這是阿滴,很慘 還不錯 硬碰硬,因為你們的身材 Good job 有話說 是 阿滴,阿滴,阿滴,阿滴 對 對 右側,三 由上往下 到 比較忽力,就上去了 三艇林金浩 與五艇賴玉軒 準備鬥牛 各艇展開戰術研究 九手兵移動 往這邊移動 往這邊移動 準備 手兵 一、二、三 衝鬥艇除了需要足夠的體力 還需要好的分工合作 每個人就戰鬥位置 只要體制不小心觸地 就被判出局 加油 加油 好厲害 你們 五艇賴一軒的團隊獲勝 取得一張特殊對決的門票 穩住 剛剛我們鬥艇的成績 成績揭曉 第一次 獲勝 一、二、三、三、三 很可惜 前面這個士氣 蕩蕩的堅強 但是 庭長一直看前面 忘記他的屁股已經掉下來了 所以說庭長要好好把握 保持 所以說你們做彈的方式 不要只有顧全顧 沒有顧到後面 全班 每一個發揮到自己的 這個功用 才可以保持一個同舟工具 完全向心的一個精神 在衝鬥艇 或者在其他的方式 在其他的地上上面 你們才是最好的 有沒有問題 沒有 沒有 這張特殊門票 就是與助教對決 好 只要五艇的應我們 一箱飲料 一、二、三 助教吃土吧 一、二、三 一、二、三 兩艇劍拔弩張 一觸即發 究竟入死誰手 你看到他們的眼神都是 會想殺我 好,賽好了 衝鬥艇第一名的 五艇賴一軒團隊 要和助教一絕高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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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艇氣勢如虹 第一回合 助教被推擠出界 無關勝負 五艇啊 五艇啊 我們艇真的很團結 我覺得我個人的 角色只是稱好後面的部分 不要讓艇可以倒下來 來 補教採線 好 第二回合 第二回合 兩艇成員互不相讓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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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回合 兩艇成員互不相讓 鬥智、鬥力 已經沒有上下之分 雙方鬥得激烈糾纏不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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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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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休息了 等一下 這時候比的是體力與耐力 再怎麼累 都不能讓艇觸地 兩艇都卯足了勁 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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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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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 五分鐘後裁判喊停 第二回合不計分 還是零比零 他在取體力喔 前面看到狀況不對的話 就要馬上變換策略 所有人一起行動 然後艇長也是很重要 艇長就要發號施令 都負責幫我把艇頂住 讓大家衝 因為他們起步比較慢 然後我們就直接衝回去撞 然後他們一倒 我們就開始壓制 一、二、三 衝了衝了 一、二、三 現在比數 零比零 零比零 第三場 第三回合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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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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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回合舞挺出地 輸了 助教楊偉澤高興得不得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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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他們的眼神都是 是怪想要殺到我們他們的眼神 努力喔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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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快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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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助教杨伟哲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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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艇贏了這一回合 走過來 走過來 如果他壓上來 我們就先吹一下 再反壓 走啊 因為他們力量 我比我們大 目前戰況 1比1平手 1秒後5秒inde賽 分 dw於勝利者 預備 斷 加油 開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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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1秒後5秒 比賽結果再來 我勝者為丟亭 最先輸究 望着他主教的笑容 假装又带点虚伪 什么老兵心病我不懂 对武才最重要 还有两天就下坡 老婆你要忍耐 团结力量大 战场上打胜仗 需要有足够的智慧及策略 助教成浪了 我觉得都已经超到第六周了 越来越兴奋 快到克兰周了 所以一定要熬下去 一定要结训 不结训真的太丢脸了 很辛苦 但是因为很值得 我会放弃的 对于走向天堂路的期许 我觉得来说没问题 这段我是一定会过的 因为我的目标在那里 特勤队 老大哥没有交代 7月31日 是二挺三员杨元甄的生日 助教们准备了一份独特的礼物 他们说我们是华人 虽贵都上天堂 金星人的小老体要 沙漠风暴光开始最前身 我们是从因为上岸之后 第一要做以现地的东西 跟结合就是伪装 然后另外一个沙的有时候 沙的有个优点就是里面可以保暖 因为有时候上岸之后身体很湿冷 也可以做保暖作用 然后之后到现在演兵就变成我们传统 就做沙漠风暴演兵来 就是带到娱乐当中 带来了解一下沙漠风暴的由来 还有它的效果 杨元甄这辈子最难忘的一个生日 大概就是和137期弟兄们一起过沙漠风暴 成熟练的老大哥要认识 高山低头 海水浪路 我们向前挺进 快点 不要歪了 让皇民飘 赶快跳啊 又来了 押停 押停 好吗 快 快 放架放 放架放 儿子 放架 回来 就是 猪王 生姪 slipped 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